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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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忽然之间 我开始在意你的情绪 莫名的引力相同的话题 不期而语 想说爱你无法再压抑 不由自己 舍不得忘记看见讯息 就在你眼里 终于明白了个人一起 始终莫及 动人的旋律 那是我向你洗的呼吸 深河的路也许是考验爱的勇气 在我生命里 未来的意义是爱的延续 那唯一的爱爱的是你 悲欢都美丽 人的爱之中 找不到你 我会迷失自己 熟悉的气息 温暖的话语 感动在心里 拥抱分离 陪伴着你 直到下个世纪 我会迷失自己 熟悲的气息 熟悉的气息 温暖的话语 感动在心里 拥抱分离 陪伴着你 直到下个世纪 那唯一的爱 爱的是你 哭语了都愿意 风雨之中 冲着没有你 回忆毫无意义 在爱的天际 缘分的相聚 你是我唯一 拥抱放弃 在这世界里 爱是一个奇迹 你们俩还是太年轻了 缺少的就是沟通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我爸的事你知道吗 这要不会是什么秘密吗 是 罗冠军跑哪儿去了 不知道 这小子 就算找着也没用 怎么没有用啊 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 那批货从哪公司进的呀 就算弄清楚也没用 这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估计这会儿 已经在草原上了 淼淼 你知道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帮你 你也知道 我是可以帮你筹一些钱的 淼淼 我和我妻子 也闹过一次离婚 在那段时间里呢 我真像是解放了一样 整天在外面混 有一天傍晚 我的手机响了 是她的短信 上面写着 饭菜已经做好了 我们吃最后一次饭吧 看了以后我马上回了家 当时呢 房间里没有开灯 她在桌子上点了蜡烛 菜很丰盛 还有一瓶红酒 她当时穿的 是结婚时我给她买的那条裙子 她说 我们已经结婚三年了 都没有在一起喝过酒 过到今晚我就要走了 我们喝一次酒好了 她一边说 一边跟我倒酒 她说 你的衣服我都整理好了 放在柜子里 内衣和袜子 在床下的抽屉里 你的胃不好 以后要是熬夜的话 要记住给自己搞点东西吃 冰箱里呢 我也买了一些食品 你自己要慢慢学会做饭 不要总在外面吃 吃饭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营养 别总凑合 咱们的存折放在床头柜里 上面有三万多块钱 咱们家每个月的电话费 煤气水电费 都在街角的银行交 这就是卡 你收好 别到时候找不到 她在一样一样地交代着 我希望我自己每件都记得住 但是 又希望我什么都记不住 我突然感觉自己很白痴 我在这个家庭里生活了三年 但是现在我却感到非常的陌生 我开始害怕 我不知道我一个人 是否能有勇气活下去 她对我说 这是咱们结婚时候 你妈送给的戒指 这是你们家的传家的东西 你把它带走吧 我什么话都没有说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知道 我最想让她留下来的时候 她却走了 就真的要搬走了 我搬怎么办啊 过几天银行就要来贴封条了 我 一切都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啊 我来了 叔叔阿姨 怎么 真的要搬啊 真的要搬啊 别哭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实在不行 搬我那儿去住不就完了吗 别哭了 走 我陪你去散散心 去吧 叔阿姨再见 谢谢 走 走 走 来 这个罗广君 把咱们都给害苦了 那我怎么办 你真要跟他结婚啊 不管他怎么样 我都想等他回来 你干嘛这么傻啊 一定要结婚 这好像是我以前劝你的吧 怎么现在反过来了 还真是反过来了 现在你要结婚 我差要离婚了 好 亮亮 爸好点了吗 稳定多了 走吧 走吧 因为啊 爸出了这么大的事以后 最近我脑子里头想的特别多的时候 那最清楚的啊 不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 反正是过去 从小到大 我和我爸之间 发生的一件一件 一点一滴的小事 哎呀 特别清楚 就跟过电影似的 哎呀 约约啊 我现在才算明白过来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混蛋呢 从小到大 有多少次啊 不让我爸伤心 那是我爸没有一次跟我计较 没有一次 我就在想啊 要是我爸这次 要是真的要是过去了 我怎么办呢 我还没笑顺我爸呢 好了好了你 别瞎想了 你什么事都爱把我画出现了 那这不都好了 还好 哭着没有啊真是 我太傻了 没事 我当时啊 在手术 手术室门口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恨不得把我这条命令给我爸 真的 要多软给多事啊 别瞎想了啊 没事 对不起 特别 爸 现在已经好了 别担心了啊 不说了 你瞧我 你瞧我 燕燕啊 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会孤注一掷 犯这么大的错吗 我想了 就是我从小到大呀 太自以为是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强 总觉得自己啊 将来能干一份大事 周围所有的亲戚 我爸 我妈 我爷爷 我奶奶 我姥姥姥爷 我大姨小姨 所有所有一切的亲戚 都对这事啊 深信不疑的 他们太爱我了 太宠容了 所以啊 我就觉得啊 在我前面啊 肯定有一个特别特别超级大的机会 挡着我 你知道吗 所以啊 一遇到 这个矛头 我脑子就糊涂 我就犯糊涂 我就不顾一切地扑过去了 结果实意陷阱 你说我怎么这么可笑啊 好好 不说了 不说了 不 原来你让我说出来 我怕我将来 就没机会说了 我现在才明白啊 我狗屁不是 我就是一般人里头 最一般的那一种 你不觉得你自己嫁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废物吗 好在你现在明白过来了 其实我明白你说的话 我们都是独生子女 从小就所有人都围着我们转 其实咱们这代人都差不多 都觉得自己是最了不起的 我能理解 你别瞎想了 现在还有我在你身边啊 不知道廖阳她爸的病怎么样啊 媛媛在医院照顾她呢 这就好 亲家得病 媛媛呢 要和廖阳离婚 事儿怎么都改在一起了 可不是吧 你说虽然媛媛认识那个薛总 可他们两人也没什么关系啊 媛媛在这方面 我这当妈的还是了解的 媛媛和廖阳两个人 没有什么根本的厉害冲突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 谁也不让谁 这样啊 我想呢 约这么一天 把廖阳和媛媛呢 就叫在一起 好好和他们谈谈 怎么样 行 房子已经抵押出去了 家里的这一切 已经不属于咱们了 但是这灯 我一定要留下来给你 还记着 咱们为这灯 炒了多少次架吗 不记得了 真是 真是 不信 不要 快关系 XD 你真的跟他分了 分了 连家都分了 跟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特别憋屈 心里特别难受 你说我这样是不是很不正常 你要不难受 那才叫不正常啊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能有什么打算 我现在是欠了一屁股的债 我爸住医院要做手术 还需要很多的钱 全完了 你身边那么多朋友 你怎么不问他们开口啊 就我现在这个样子 谁愿意帮助我 恨不得 见了我都躲得远远的 总有一个人的 不能 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啊 我就可以帮你分担一些 你没试过你 我说了 我不想再连累任何人了 但我觉得不是 我一定会不得 你不太乡 你已经太早了 绝尾 chauffeur 管 你不 mellan 我让你来 你不得了啊 你不得了 我没想到我 你不得了 我 我就是你的 没事 只要咱们三颗人在一起 什么事都能过去 来 你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这就是你所谓的孝顺嘛 那我也没办法呀 我跟你说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你这孩子真是 我暂时都蹲了好几天了 我告诉你 我就等着把你抓住呢 你还进拿逃犯呢 还在蹲着你抓我呢 咋的呀 你可算我回来了 我们都等你好几天了 你这孩子 你给你 你现在就是个逃犯 你知道吗 亮亮他们家 为了你都当成什么样了 那也不完全因为我呀 咋不因为你啊 我跟你说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你到外面连饭都吃不上 我还不了解你啊 老话说了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你跟亮亮俩现在遇到难处了 你俩就不能小玩儿 一块撑过去啊 我咋没撑啊 那一旦出事还不起债 我们俩不用一块进大牢啊 我告诉你刘管娟 你要是做了大牢 我隔着铁连杆也给你结婚 你可说准了 对呀 有你这句话 那我还怕啥呢 老刘 这是元月妈妈给你煲的汤 不知道上次这汤喝的怎么样 特别的好喝 真是谢谢你们了 别客气 看非我这个事 还让你们这么费心 元月 这一次 真是对不起你了 爸 该说对不起的 是我 不不 是我们廖家 没有这个福气啊 爸 你别这么说 其实廖阳 也挺不容易的 那家公司好像是个国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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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你好好想一想 想出来以后 没准能救廖阳 也能救你自己的 我知道可是 你先别说话 我想你了 廖阳 爸 你别太难过了 您怎么反倒安慰起我来了 我知道 现在这家里边最难受的 肯定就是你了 爸 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真的 只要你好好的 我就放心了 我没事 你看 我现在不是挺好吗 不用为我担心 好 这些日子 突然发生了这么多事 说句老实话 我突然觉得 这活着怎么这么难呢 都有点过不去 傻小子 人活着 本来就难嘛 你看看 我跟你妈 妈 把你从小拉扯大 这得十来年吧 这得十来年吧 你上了大学 然后接着找工作 这又得十来年呢 可是到现在为止 你做的哪一件事 那不牵着我跟你妈的心哪 嗯 妈 放心吧 儿子长大了 再也用不着呢 你们那么操心了 瞧你说的 我哪能放心啊 你现在是长大了 也有孩子了 可是还不成熟啊 你跟媛媛又闹成了这样 你想想 这些事 让我跟你妈的心里 能平静得下来吗 是啊 这事 这事 我是得好好想想了 爸 我这就回去 跟媛媛好好谈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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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 真的 太感谢了 谢谢 好 再见 这 洋洋 咱们最后 再吃一顿饭吧 坐 坐 喝酒 东西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的衣服 我放在衣柜里 还有内衣 袜子 在下面的抽屉 你胃不好 以后别老熬夜 要是想要吃 你最爱吃的东西 我给你吃了你最爱吃的东西 放在冰箱里 还有酒菜盒子 你以后 要自己学会做饭 别老在外边吃 别凑合 要注意营养 这是咱家的存折 里边还有几千块钱 你收好 还有 这是咱们结婚的时候 妈给的戒指 现在 我也用不到了 还给你 咱们明天就要搬走了 你晚上早点休息 这几天也把你累坏了 你睡在屋里边 我睡在外面就行 省得明天搬家公司的来 打交你休息 我睡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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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真的离不开你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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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厉害了 不厉害了 我要跟你在一起过日子 我从刚开始提出离婚的时候 我就已经后悔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陪你路过这个难关的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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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你好苦啊 我知道 你想害死我是不是 没有 你先坐 你先坐 我 到底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 你先坐 我慢慢跟你说 就这么跟你说吧 事都解决了 你啥都不用担心了 什么意思 都解决了 没事啊 干干干 来来来来 妈呢 干杯啦 干 不是 等等 等等 我到现在为止啊 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不是 你再给我解释一遍 再 再解释一遍 我这么跟你说 听好了 我是查到那家公司的英文名 张丽影呢 是查到那批电器的型号 跟家公司取得联系 你猜怎么着 他们是假借人家 国外公司的名义 把人家旧电器拿出来卖 张丽影跟人家公司取得联系之后呢 人家呢 就像一定的价格 把那些电器回收回来 是吧 丽影 我这样粗类一算呢 不仅仅是可以把债还上 而且 越有盈月 牛啊 我听着怎么像神话一样 这是非凡之人 成就非凡之意 真假的 真假的 你不用那么夸我 我帮你 可是要回报的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招啊 看吗你紧张的 放心吧 我没那意思 我知道你跟圆圆又好了 我是想让你帮我安排一下 让我跟她吃顿饭 应该的 你吓死我了 没问题 听好了 我可是要跟圆圆单独吃饭 其他人一定不得参加 老婆 你都画了一个多小时了 差不多了吧 这不是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吗 我画得好看点 你也有面子呀 是是是 咱们就只不过是吃顿饭而已 没那么严重 不至于 你看看 看我口红化又怎么样 我看行 衣服呢 水带了 那和张力人比呢 那 那就不可同日而语呀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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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觉得 今儿个争夺几乎的激烈战争 是在所难迷就串 咱们的对面那饭馆吧 好啊 还有十分钟三个小时 哎呀 坏了 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 他们两个人在里面待了越久 我就觉得这事就不好办了 这女人要凶残起来 那可比男人厉害多了 哎呦 哎呦 怎么着 抢我老公是不是 怎么着就抢了 只见张力人 伸不动 掌先放 使出香龙十八掌 向圆圆 打去 这圆圆也不是擅长啊 左一个九阴白骨掌 又一个必学神剑 打的是张力人 花容失色 节节败退呀 圆圆下手可狠啊 哪容得她逃走啊 掌一台 三根透骨钉 直弓穴道 行了行了 别瞎扯了 烦着呢 这三根透骨钉 那可是未有巨夺 但是义高人胆大 张力人从怀里掏出避血剑 圆圆也手下不留情 从怀里掏出头龙道 我给你一头龙道 哎呦 到了 来坐坐坐坐 来来来 哎呀 你们二位真是神乎其神啊 瞻之在前呼之在后 难不成使得是凌波微步 你太不有想象力了 那个饭馆后边啊 就是商场 我们吃完饭了 进去溜达了一圈 哎对了 你看我们生活还不少呢 哎你们俩聊得怎么样 那我们还能打起来啊 会 不是不是那意思 你们女人哪 哎我是真不明白啊 哎今天真是挺高兴的 咱们这么多人都凑在一起 其实平常啊咱们也经常接触 但是从来没坐在一起吃过饭 那多好啊 那多像一家人啊 哎你说 咱们都是独生子女 其实挺不容易的 咱们都是孤孤单单的来到这个世界上 又是孤孤单单的自己长大 我建议啊 以后咱们五个人 就是兄弟姐妹 怎么样 说得好 咱们四个从前年开始 就是兄弟姐妹了 什么你们四个呀 那我呢 哎 当然少不了你了 咱们五个咱们五个来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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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五个人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嗯 这话说得有深度 从广义上讲啊 不光是咱们几个是兄弟姐妹 其实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兄弟姐妹 真的 我怎么听这话那么酸呢 来来来来 为兄弟姐妹干杯 来 兄弟姐妹干杯 你看 下雪了 空气多好 喜欢啊 我想出去转着 就十分钟 你给我一个 五分钟行吗 行了啊 你呀 就看着下雪眼残了是不是 就是 出去想玩雪了是吧 不行啊 一会儿亲家就要来了 他们不是还没来呢吧 再说 媛媛和廖阳也都没回去呢 我就再附近攘着 好不好 Hawaii 你看看来了 快快快开门去 你看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陈子姐小姐 好 这个衣服 雪下得还挺大 挺大 这趟雪下得好啊 好 空气好啊 晨晨呢 在说教你 好 那我去看看她啊 你等会儿把凉气都带着呢 还我带进去 好 亲家 今天我可是拿酒来了 咱们得好好的喝喝 我给晨晨买了两个丸巾 然后给考核研究研究 真大 逗死我了 逗死我了 快看 让你多穿点吧 飞不穿 你说见个晨博咱至于 这要美丽度人是不是 我穿衣服的风格 风格 风格 爸 妈 给你说一好事 说 什么 晨博有了 晨博有了 怀孕了 有意思 太好玩了 去吧 我也去看看 你不是怀孕 你们可不知道 怎么了 那个晨博他妈 广君他妈 再加一猪大爷 三大金刚 天天盯着晨博 晨博吓他呀 哭都哭都哭都哀了 不是 这个孩子是好事 哭什么呀 真是 来 坐清理 去 坐 好 好 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 好好好 来 六阳 来 好 好 都好了是吧 来 让我出来 吃饭了 好 来 好 来 哦 小宝贝 晨晨 妈妈 在哪儿呢 晨晨 妈 妈妈 放轻一点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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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饭好了 我们出去吃饭吧 把晨晨也推出去 走喽 晨晨 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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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小宝贝 吃饭 走喽 晨晨 吃饭 吃饭 走喽 吃 来 吃点 好 你来你来你来 来来来 对对对 好 吃啊 这新国士放点 这个黄瓜片特别鲜 有个羊肉味 来 晨晨 吃 老豆腐也不错的 比较客气 不错 好 晨晨 咱们再走一个 来 爸 先别走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看 我在咱们家附近啊 买了套房子 一小户型 真是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我这不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吗 好 这就这么大事 好 不管怎么说 我们俩啊 也算是有自己的房子了 来 拿着 孩子们都 真好 这孩子们是真长大了啊 长大了 也不用咱们操心了 不用了 不用了 谁说不操心啊 以后啊 操心的事多着呢 好 对对 这就这么大事 妈 以后啊 真的你们用不着那么操心了 毕竟 我们也是孩子的父母了 好 放心吧 这有了小晨晨呀 你算是长大了 是 不是 爸 爸 妈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了 我生孩子那时候不是特别疼吗 好不容易生完了可高兴了 就问大夫 说是不是一切都结束了 你猜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你现在才刚刚开始 大夫说的对 小晨晨 又是 晨晨 晨晨 你们的路啊 长着呢啊 我说 孩子睡着了吗 睡好着呢 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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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可算能喝顿踏实酒吧 来 爸 妈 来 咱们举杯 好 咱们的幸福生活 干一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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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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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火锅现在才有滋味了 流嘴透了 妈 来 来 您的 妈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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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星光 有些缠绵 那是想念的路过 出现 时针只想 演绎太晚 一个浪漫的感觉 人在 人在云端 久久不散 不知不觉 冷淡聚散 纷纷秒秒 我 都错过了 时间 能否让美丽再现 再一次上演 再一次回到起点 能否让美丽再现 再一次上演 再一次回到起点 再一次回到起点 呢 后面 后面 我的生命里 因为有力 一车就更加精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